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连续的遭到强烈的攻击有关 目前无法证实 报道表示 中闪闪辞去12家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的消息 在3月11号的时候 受到了众多中国网友的注意及讨论 也引发了许多联想和揣测 但是农夫山泉方面并没有对此做出说明 中文媒体南方都市报的信息表示 根据中国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 农夫山泉旗下的浙江农夫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于2月27号变更 由饶明洪接替了中闪闪 但是中闪闪仍然担任执行董事 此外 农夫山泉的另外一家子公司 新疆农夫基地马纳斯食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也在2月27号的时候发生了变更 同样是由饶明洪接替了中闪闪 中闪闪除了卸任上述的两家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同一天 浙江农夫实业还变更了经营范围 公司章程高级管理人员等些项目 其中经营范围从过去的预包装食品 销售收购农产品等些项目 转变为了食用农产品初加工批发零售 初级农产品收购茶叶及水果种植等等 引发中闪闪以及农夫山泉遭到攻击的开端 是同为中国饮料大厂的娃哈哈的创办人 宗庆后于2月25号逝世 此后中闪闪以及农夫山泉便陷入了这波舆论的风暴 农夫山泉自2月28号起 在中国的销售量便接连的暴跌 中国网络出现的文章以及短篇指称 位居中国首富的钟闪闪 年轻创业阶段曾经担任了娃哈哈的代理商 之后受到了宗庆后的提携 且第一笔创业收入来自娃哈哈 但是钟闪闪创立农夫山泉之后 却与钟庆后成为了竞争对手 因此被指为忘恩负义 随后钟闪闪的儿子入籍美国仪式 又接连遭到了部分中国网友的指责 最新的指责则是农夫山泉旗下的名为 东方树叶原味茶的绿茶 理由是包装上的寺庙建筑图案 被认为是日本的神社 进而衍生出了不爱国媚日的指控 因此被抵制 面对一连串的风暴 钟闪闪在3月3号的时候公开发表了题为 我与钟老二三世的文章 说明他与钟庆后的关系 指钟老一直是他尊敬的企业家 他与他亦师亦友 当然也互为竞争对手 并且强调不匹生意才是他创业所得的第一桶金 而非网友所说的来自瓦哈哈 也同时承认 农夫山泉和瓦哈哈曾经互有诉讼 但是早已握手言和 根据中国工商登记资讯显示 从2022年的12月份底开始 钟闪闪已经卸任了多家与农夫山泉和 养生堂相关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职务 至今卸任企业法定代表人次数有12次 好 再来看一下两会闭幕 经济仍然卡脖子 党官感谢党保命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表示 今年的中共两会随着中国全国人大 在3月11号的时候闭幕宣告结束 新智生产力成为了与会者朗朗上口的词汇 但是关键技术被卡脖子 使得中国经济未来仍然扑朔迷离 而可以确定的是 一切更向习核心集中的党中央 政治上更加的紧缩 报道说 中共的总书记习近平 2022年9月份在黑龙江提出 新智生产力之后 这一抽象的词汇 已经在今年的1月间 在中国各地的两会当中成为了热词 而到了3月份的中国全国两会 仿佛在任何领域都可以出现 新智生产力 产业界代表和委员关注新智生产力 套入官方给的架构 紧扣经济发展方向 小米的创办人雷军的四份提案 全数与新智生产力有关 并且聚焦在人工智慧与低碳 而另一方面 格力电器的董事长董明珠的提案 则提到了中国智能方案和创新 每一个企业家都拥有自身的一套 新智生产力的版本 根据该媒体的记者在现场耳闻 甚至房地产业 外交领域 教育界都有提到新智生产力 像是在民生记者会上 中国住建部的部长霓虹就提出 要盖高质量的房子 而中国教育部的部长 怀进鹏也提到新智生产力 要加强创新人才培养 不过要靠高科技的新智生产力 仍然需要先进的晶片 在被卡脖子之下 这位眼下碰到经济成喝困难的中国 要如何借推进新智生产力 带动经济成长动能 还有待时间的考验 报道指出中国经济何时会转好 尚不知道 但是唯一能够确定的是 尽管今年的中国全国两会 可以说是解除疫情管制之后 恢复到相对采访宽松度的时刻 但是政治氛围却越来越紧缩 形式上人大总理记者会取消 法律上又拍手通过了国务院组织法 权力上集中于党与中共的总书记 习近平的手上 这反映在这一次参加的两会各种会议上 在开放媒体团组会议 各代表委员时常在发言的过程当中 感谢党要维护在习近平为核心的 党中央等等的说法不绝于耳 另外中共两会期间的提问安排 也有官方复凿痕迹 报道说两会结束了 两会的宣传与拍手长河 比真实的讨论与监督更多 后续的政治与经济发展 仍留下了许多的问号 问题还未能解决 文革过后 中共一度的试着推进党政分离 但是十年和东十年和西 如今党又集中了一切的权力 中国独角兽企业锐减 证实中国已是投资挖地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市的报道表示 中国过去一年仅新增了15家独角兽企业 而同期美国增加了179家 中国学者陆明分析表示 除了技术人才资本原因之外 中国政府有时会推出收缩性的政策 导致企业不敢发展 中国媒体经济观察网日前报道表示 上海交通大学的中国发展研究院的 执行院长陆明观察到 中国新增的独角兽企业的数量正在锐减 根据统计 2023年中国独角兽企业的数量 虽然以316家在全球位居第二 但是过去一年新增仅15家 同期美国增加了179家 未来中美之间的数位经济实力差距 存在继续扩大的趋势 陆明表示中美两国新增独角兽企业 数量差距扩大的原因很复杂 他从四个方面说明 第一就是技术原因 美国生成式的人工智慧AI技术发展非常迅速 创新优势非常强 其中一大优势就是语言 全球大量先进的科学的内容 以英语的形式存在 因此用英语训练生成式AI产生的效果比较好 第二就是人才原因 美国至今仍然是全球人才储备高地 第三就是资本原因 外国资本市场对于新兴行业的估值 更容易反映未来的成长趋势 资金也有大量的投入 相对而言 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性包容性仍然不够 第四就是政策原因 美国对于新兴事物的态度多元化 中国有时会推出一些收缩性的政策 他表示中国对负面情绪比较敏感 进而通过收缩性的政策来避免问题 这种环境下企业就会非常的谨慎 不敢发展 进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导致目前的这种结果 尽管报道当中没有以实力来说明 但是过去几年 中国以反垄断为名 加大对平台企业的监管 以及去年底的时候公布了 你加强监管网络游戏的法规 都被认为是收缩性政策打压产业的例子 影响企业预期以及经济的发展 中共官方则多次的重申 应该谨慎出台 推出收缩性意志性的举措 报道表示 独角兽企业是美国风险投资专家 李爱林2013年提出来的概念 中国独角兽企业则是指的是 在中国境内注册 曾经获得私募投资 且尚未上市 以及成立十年之内 但估值达到十亿美元以上的初创企业 这类企业发展快 数量少 备受投资者的青睐 具有爆发式的成长 颠覆式的创新等些特点 好 再来看一下北京发展手令 保障粮食安全 来自《联合早报》的信息表示 中国的国家安全部发文 强调粮食安全重于泰山 并称中国的国家安全机关 依法的打击粮食安全领域的 各类间谍窃密活动 斩断境外伸向中国种制资源的 前面黑手 报道说 中国的国家安全部的微信公众号 在星期一也就是3月11号的时候 发布了文章 表示中国从古到今 都将粮食安全摆在了 治国安邦的重要地位 而中共的十八代以来 中国把藏粮余地 藏粮余记摆在了突出的位置 注重种源安全 加快推进种业振兴行动 加大种源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 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 种源自主可控 文章还说 近年以来 中国相继的制定修订 保护粮食安全的各类法规 为建立完善粮食安全保障制度体系 夯视粮食安全根基 提供了有利的法治保障 文章说 近年以来 中国的国家安全机关 会同有关部门 积极维护国家粮食安全 近年以来 国安机关依法打击 粮食安全领域的 各类间谍窃密活动 重拳出击 斩断境外伸向中国种制资源的 泄密黑手 防范制止粮食安全领域 施泄密风险隐患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顺利实施 文章的最后强调 唯有不断的夯实粮食安全的基础 助劳国家粮食安全防线 把粮食安全的主动权 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才能够拥有更加充实的底气 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好 再来看一下刑讯逼供进香港吗 官罚延长鸡押期 48个小时以内禁止见律师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 摄像报道表示 香港的立法会正审议 基本法23条立法草案的条文 草案除了列出各罪行元素 以及刑期之外 还扩大了执法权 包括被捕人 没有被起诉的鸡押时间 可由一般的两天增至16天 被捕之后 守48小时 可以被禁止咨询律师 保释期间可以被限制活动 港府在3月8号的时候 公布了基本法23条立法草案的条文 草案第7部 是与维护国家安全相关的执法权利 以及诉讼程序等等 当中就提到 被怀疑危害国家安全罪行 而被捕者 没有被起诉前的鸡押时间 一般是48小时近两天 但是警方可以向法庭申请延长鸡押时间 第一次可以申请延长多7天 之后可以再申请延长多7天 连同最初被鸡押的两天 即最长可以被鸡押16天 法庭如果认为被捕人 在没有起诉而延长鸡押 对保障或者存在证据 是有必要性的 可以批准警方申请 条文又提到 被怀疑危害国家安全而被捕 或者是被警方积压者 警方可以向法庭申请限制被捕人 咨询个人律师 或与该个别律师同一家律师事务所的 其他的律师 但是被捕者可以选择咨询其他的律师 法庭如果认为被捕人 咨询个别律师将危害国安 或者是导致任何人受伤 或者是妨碍司法公正等等 可以批准申请 条文更是指出 警方甚至可以向法庭申请禁止嫌疑人 被捕之后 首48个小时咨询律师 法庭同样可以基于上述的理由 批准警方的申请 条文又提到 有关向货保释者施加限制 警方可以向法庭申请 向货保释者发出行动限制令 规定货保释者在指定期间 与指名的地方居住 在指名期限前向警方申报 同住于指名地方者的身份 在指名时间留在指名地点 不得在指名的时间之内进入指名地方 不得在指名期间之内以任何方式 或者是透过任何人与指名人士联系 货保释者需要在指名时间向警方报到 法庭如果认为货保释者不受到上述限制 将妨碍司法公正或者是危害国家安全 可以批准申请 法庭可以批准上述一项 或者布置一项的限制 报道还表示 行动限制令有效期为三个月 警方每次可以延长申请一个月 条文没有列明申请次数的上限 货保释者一旦违反行动限制令 可以被判监一年 而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还表示 香港立法会在3月9号的时候 审议基本法23条立法草案 有议员提问 如果有人将苹果日报的旧报纸 当作纪念放在家里面 是否触犯了管有煽动刊物 官员表示 法例通过之后 仍然持有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 就是违法 这要取决于持有人有无合理辩解 立法会的议员管号名提问 如果有人将苹果日报当作纪念 存放在家里面 会否成为管有煽动刊物 香港保安局的局长 邓炳强回应表示 如果法律通过之后 仍然持有这些物品 而这些物品有煽动意图 就是违法 强调有关的刊物 核实印制并不重要 不过 这要视乎管有人 是否有合理的辩解 如果相关的刊物存放已久 管有人不知道自己管有 目的也不是用作煽动 则可以构成合理的辩解 而香港立法会的议员 叶刘淑仪提问 如果有气球印上了煽动文字 例如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然后放气球 是否属于发放煽动意图呢 如果有煽动的雕像没有文字 又是否属于发放煽动意图呢 邓炳强则表示 放光时气球肯定是煽动意图的 其中一种表达形式 而制作强烈煽动讯息的雕像 有机会属于煽动意图的作为 立法会的议员 陈绍雄提到 大学科研收集社会意见 其中可能有具有煽动意图的意见 如果管有煽动材料刊物 又是否会触犯条例呢 保安局的副秘书长 廖里可七则表示 科研收集没有煽动意图 取得资料刊物就不会跌入罪行 这是一个合理解释 法新社引述了国际银行经济学家指出 23条立法最大的风险 是令人越来越不知道 红线在哪 法新社在3月8号的时候报道说 香港瑞典商会的主席 奥德比尔表示 基本法23条立法 让香港进入 未经测试未知的水域 奥德比尔表示 这些罪行定义含糊 尤其是有关于 窃取国家秘密的罪行 根据草案的内容 国家秘密不但包括关于中国 或者是特区事务的重大决策 中国国防建设 或者是中国武装力量 中国外交或者是外事活动 还包括了中国或香港的经济 社会科技发展 以及北京中央与香港的关系等等 奥德比尔表示 这会对其会员进行研究 或者禁止调查 有负面的影响 这些研究或调查 对香港这样的金融中心 是有注意的 甚至是有必要的 鲍德引述了一名拒绝透露姓名的 国际银行经济学家的话指出 最大的风险是 有时你越来越不知道红线在哪 鲍德指出银行投资者 以及很多的公司 都依赖研究经济数据 或者是禁止调查报告 但这些资料可能属于国家机密 该经济学家质疑 报告会对经济安全构成威胁吗 当局会回来找我吗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外交官表示 基本上草案采取了 中国大陆刑法当中最糟糕的部分 也采用了911事件之后 英语国家反恐法律当中最糟糕的部分 以及采用了殖民法律当中最糟糕的部分 该外交官还指出 国际企业在香港开设公司 是因为一国两制 让香港以英国普通法管制 而非中国大陆的不透明的法律体制 但是现在两制之间界限越来越少 报道说香港政府在3月8号的时候 公布基本法23条的立法草案 当中提出叛国叛乱间谍活动 窃取国家机密 破坏国家安全和境外干预的控罪元素 及刑法 根据草案 叛国叛乱 勾结境外势力意图危害国家安全 商货武装力量叛乱的罪行最为严重 可判终身监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